WDW危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 从结构上划分 主要有等核双空间结构机型 插合双空间结构机型 外辅插合结构机型 单空间拉压结构机型 双柱单空间结构机型 单柱拉压结构机型 本系列产品主要用于金属丝 薄板、橡胶、塑料、复合材料、防水材料 弹簧、布袋、电线电缆等材料的拉伸、压缩、弯曲等试验 该控制单元采用全数字多通道闭环测孔系统 进行测量和控制 采用5.7英寸日本Optrax液晶屏中文显示 配合动态菜单池操作 使试验过程轻松简单 易学易用 同时配备很多完整的保护功能 让试验更加安全 并使用PID控制调节响应迅速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试验过程具有阴力、阴变、位移等多种控制方式 试验数据可任意存取 并可实现数据和曲线的再分析 局部放大和数据再编辑 能自动求出材料的各项力学性能指标 并打印出完整的试验报告和曲线 下面以WDW-100千牛外辅插核结构机型为例 主要技术指标 准确度等级0.5级或1级 试验力测量范围满量程的0.2%至100%或满量程的0.4%至100% 试验力市值准确度正负0.5%或正负1% 试验力分辨率正负50万码 变形测量范围满量程的1%至100% 变形市值准确度正负0.5% 变形分辨率正负50万码 大变形测量范围0至800毫米 大变形市值准确度正负0.5% 大变形分辨率0.003毫米 位于市值准确度正负0.3% 位于分辨率0.000025毫米 应力速率控制调节范围 每秒满量程的0.005%至10% 伸长速率控制调节范围 每秒满量程的0.005%至10% 位于速率控制精度正负0.2%或正负1% 横力横变形横位于控制范围 每秒满量程的0.3%至100% 有效拉伸空间700毫米 有效试验空间510毫米 主机外形尺寸长930毫米 宽595毫米 高2190毫米 主机重量约400公斤 插上三项电源 连接好控制仪表和电脑的串口接线 打开电脑主机和显示器电源 再打开控制仪表电源 点动F2键 进行PC控制 然后双击电脑桌面上的试验软件 进行连击 观察复合 变形等值 有变化时说明连击正常 然后单击软件主界面右下角的 伺服启动按钮 启动伺服电机 在主界面的工具条上单击设置选项按钮 进入设置选项界面 单击复合传感器标签 选择所用传感器的通道 单击单位选择标签 选择复合单位及伸长率的修阅间隔 单击隐身剂选择标签 选择位移 若用隐身剂做试验 就选择电子隐身剂 单击试验类型选择标签 选择拉伸 并选择材料特性为金属 在报告模板栏 选择拉伸试验报告模板 在主界面工具条上 存储文件名内输入文件名 输入结束 按回车按钮 装上适合所做式样的夹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 测试方法存储 单击工具栏的文件 选择测试方法存储栏 可对试验参数 及试验过程控制参数存储 其扩展名为TCN 然后单击存储按钮 2. 存储数据 单击主界面上的存储数据 选择存储文件名 可进行存储 3. 测试方法读取 单击文件下拉菜单的 测试方法读取 输入相应的文件名 然后单击读取即可 之后只进行试样参数输入 立即能达到试验的目的 无需再进行其他参数设置 4. 读取数据 单击主界面上的读取数据 选择存储数据的文件名 可进行读取 5. 试验过程数据导出Excel 在文件栏输入正确的文件名 其扩展名为 并选择要导出文件的存储路径 然后单击导出按钮 等待数秒后 将弹出Excel表格界面 利用表格可以进行求取 以便和软件自动求取结果进行比较 选择要导出 短视频 locomotor 选择要导出 之后 确定 编写 选择要导出 则 4. 掌握 艺 3. 鸭 10. 锃